大家好,我是三喵,携花花上岗 那么好久没有做这个答网友问了 咱们来做一期啊 那么有的这个可能我记性不好 网友的这些名字我记不全 大家见谅啊 在聊那个黑海舰队还剩多少船那一期啊 Ibuki Tetsuna 他说三喵,有没有一支舰队 没有经过一次海战就全军覆灭的啊 这个你像那个黑海舰队 它重建了那么多次 您就比如说在这个俄国内战之后重建 后来在二战 它就全军覆灭 这个你可以认为是 它没有经过那么一次海战啊 而且还有就是您说的舰队 这到底是什么规模 您比如说这个就以日本二战时候的舰队来说 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 这是一支舰队 他们的占领舰部队第二舰队 这是一支舰队 他们的航空母舰 他第三舰队 这也是一支舰队 那么到了1944年来特王海战之后 日本的这几艘航空母舰啊 有哪几艘呢 这个云龙天成 葛城 笋英这些 还真的又组成了那么一艘一个第一航空舰队 那么显然这样的一支舰队是没有经过什么海战就全军覆灭了啊 如果你非要说这个美军空袭武港的时候 这个葛城浩的防空炮向天象征性的打了那么几个 您就当我没说吧 那是这么几个的啊 那么在讲这个国家地理跟阅读的时候啊 这个叫明战1347啊 他说三淼看英语杂志是不是对听说读写都有帮助 是的 这个我毫不犹豫的告诉您 是的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这个过去我没有说清楚 我再说一遍 您不可能去听懂您看不懂的东西 您说不出您认知以外的东西 您写不出您认知以外的东西 那么我最近交托福的时候 一个孩子的这个案例就给您分享在这里 那么这个孩子他的这个一篇听力啊 这个托福的一篇听力的这个讲座是六道题 他几乎全错完 我说笔记呢 没记 这篇听懂了吗 完全没听懂 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黑人的blues 这个rectime music 他对于这个美国流行乐的影响 这孩子对此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就听的是一头雾水 我说那你看原文啊 老师我看原文也看不懂 那好 我给他补充背景知识 我说你懂了吗 勉勉强强强吧 你包括他还是之前有一次有一篇听力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的西进运动 Westward migration 那么这样的一个西进运动当中啊 这个美国精神的塑造啊 比如说这个个人主义啊 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啊 等等等等 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孩子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 哎呀这个可能诸位是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典型的经过中国体制内教育的一个孩子 如果他的无知会到什么地步 那不知道精度和纬度的差别 告诉我说七年级考过了 我为什么要记得 西进运动 不知道 那这篇听力听的彻底毁掉了 看原文也看不懂 所以我就跟他讲 美国一开始 为什么他是这个13个条 他一开始在大西洋也 然后我什么叫大西洋 好吧 就一点一点给大家去讲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至少看这种英文杂志 它是图文并茂 可以给大家去补充这些知识背景 那么你听到一些东西 或者想说一些东西的时候 至少他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个先锋 把我们的认知范围给扩大开 那至少知道什么叫大西洋吧 至少知道什么叫西津运动吧 等等等等 那么有一篇 这个有一个话题在讲 那个日本跟韩国在这个亚洲杯上 他们的表现不好 然后有一个朋友问 怎么样 你好像特别喜欢富安建阳 是的 对 我特别关注他 还有利物浦的远腾行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读书的时候 也曾经踢过球 然后是我踢的是后场角色 一般情况下踢的是后腰 那么这个如果中后卫确认 那么我也会踢那么个中后卫 所以说一般我在一个后场球员的角色会特别特别留意去关注 这个后卫 后腰 你的站位是什么 不要让对方形成这种反马踢型的结构 包括这种你的这种后卫 一个拖后 一个前抢 这些东西的讲究 因为这都是我那会儿踢球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的 或者说你如果不注意就会被这个拎着骂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么想的话我看球还是赚的 就是很多人看球如果看前锋去进球 如果看这个前锋他不进球 他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我看这些后场队员怎么怎么着 那就算0比0我也能够看出点门道来 所以说这个我自己看球的时候 对于后场队员的确会这个留意很多 那么说两句题外话 当时我在踢球的时候 这个上大学那会儿吧 就我们系里面这个比较厉害的踢前场那些 有那么几个是新将来的同学 哎呦体力真好 这个踢的真猛 技术也还是真不错 像我们这种踢后场的 哎呀看着他们特别特别的这种羡慕 当然我们要是去踢这种金管学院 肯定那是绝对绝对踢不过的这种事情啊 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再往前导致一下 说来惭愧啊 我上高中那会儿呀 这就暴露年龄了不是 我上高中那会儿 其实我是极力主张这个班里嘛 就每个班都是要买足球队的这个队服嘛 我说买尔文图斯嘛 不行 那我们班这个班长 还有我们班那几个球霸啊 就是米兰球迷 所以一度让我对米兰球迷那个啥 就逼着去买这个米兰的这个队服啊 然后这个大家都印的号啊 我当时印的是10号 谁呢 鲁伊科斯塔 这个当时这样的一个这个米兰的这个号码 但是我在中学梯的比较靠前 到了大学 那就更往后了 所以我就会比较的关注这种后场队员 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那个到现在啊 终于可以穿着油温图斯的这个衣服在节目里面去露脸了 终于不用穿着这个米兰的队服了啊 那么这是这个话题说的有点多啊 然后那个在讲那个普京接受专访的时候 这个 Akizuki Lin啊 他说这个 这个 米就样是香港的骂人话啊 其实我不懂粤语啊 这个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真的想去好好学一学 那这句话也是这个球迷这边过来的 他是那个什么 就我们知道这个曼联球迷别生气啊 就是哎呦 这个自从老爷子弗格森这个退休以来 这么多年 那么曼联的这些个教练嘛 好像也没有把这个曼联带上正轨 所以就啊千古飞雪 那千古奇缘 莫耶斯 六月飞雪 范加尔 这个全员内鬼 魔力鸟等等 所以说那就会有那么一张图嘛 对吧 在那个足球论坛里面 这个 莫耶斯 米就样 这个范加尔 米就样 宫里尼尼尼尔 米就样 然后 一直到后来的朗尼克 到现在的这个腾哈格 所以这个 是我可能 接触到的不多的粤语啊 很惭愧 然后这个 再讲这个 北方跪拜礼的这篇里面啊 然后有朋友问说 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礼仪应该是诞生于等级 制之后啊 而不是说这个礼仪塑造了等级制 对这个最早的礼仪一定是在等级制诞生之后 但是这个礼仪本身它可以不塑造等级制 它可以用来加强这样的等级制 这个说句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人贵久了 您就占不起来了 就是这种等级制的维持是可以靠暴力的 但是暴力是很脆弱的 因为暴力你终究需要一个暴力机器 你需要对这种暴力机器绝对的掌控 那么最好是大家对你这种心悦成福 那这种就是乌荒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样的礼仪制啊 那么我过去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一点 那么周对于整个的中原地区来说 他是一个从西方过来的入侵者 那么这样的入侵者想在当地维持秩序暴力的手段 是用了 我当时是讲过周公的那个东征 包括这个管书菜书之乱 包括周公他到了这个东夷 把一个叫那个燕国的那个地方的男人 全都给切去了身体的某一部分 所以燕哥往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词嘛 用暴力去做了一些事情之后 必须要靠一些仪式去维持 那人就是这样的 人就是心而上学的 然后在讲另外一期节目的时候 他说有朋友说 三秒 这个聊一聊航空母舰的舰手吧 你看二战的时候 美国的约克城级航空母舰 日本的赤城加赫 我们不说 那个是改装航母 像日本的翔赫级航空母舰 它的舰手是开放的 它的舰手是开放的 你看这个飞行甲板是这个样子 这个机库是这个样子 而你看现在的航空母舰 这个福特级也好 这个尼米兹级也好 它的舰手是封闭的 甚至俄国的库兹约索夫 它是怀越甲板 它的舰手也是封闭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 这个原因 首先这个封闭舰手 是现代航母的特征 这个不是从尼米兹级开始算起的 那么美国二战时期 造的最后一级航空母舰 中途岛级 它的舰手一开始也是开放的 是到他们的第一级超级航母 弗莱斯特级 这说话就可有故事了 我过去是做过一期节目 这个弗莱斯特尔过去是海军部长 他升任国防部长 极力主张想要美国有航空母舰 超级航空母舰 随过国防部同意 最后它跳楼了 很悲惨的一个故事 但是最终 这个超级航空母舰 叫弗莱斯特尔级 那么它是采用了这种封闭箭手 再往后的 小英级企业 包括尼米兹 都是这样的封闭箭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首先二战时候 这种航母 它毕竟是二战之前 很多很多的设计 那个时候的航空母舰 自明一致之下 就 Aircraft Carrier 飞机搬应船 是什么 就是船上面 搭载机库 然后搭载飞行甲板 就是它自己是 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把飞行甲板 做成一个整个的航空母舰 它的舰体的一部分 那这是二战之前航母设计的通力 像美国的约克城 那个埃塞克斯 这都是二战前设计的 日本的翔赫 也是二战前设计的 那有时候不对 英国的这个光辉级航空母舰 为什么是封闭箭手 日本的大缝号 为什么是封闭箭手 这个因为它们是重装甲航空母舰 什么意思呢 飞行甲板上是要装备 这种非常非常厚重的装甲 抵御这种航空炸弹 因为我们知道航空母舰 其实就那一块飞行甲 如果敌人炸弹 直接把它给炸废了 这艘航空母舰 至少这次海战 是没有办法参加了 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上面铺重装甲 那你重心就会高 那你的机库就不能做太高 那你只能做一层机库 刚才我说的翔赫级航空母舰 它是两层机库 翔赫级是两层机库 而大缝级它是一层机库 所以你看大缝级的排水量 跟翔赫级差不多 甚至比翔赫级它多一点点 但是载机量少一半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它整个的航空母舰 只能做一层机库 整个的干衔就降低了 干衔降低之后 那为了避免海水涌上甲板 只能把舰手做成封闭的 那么当然英国的光辉级航空母舰 也是类似的考量 再加上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什么呢 当时的北海风高浪急 那如果再做成开放式机库的航空母舰 啥都别管 你就只管网从机库里舀水就得了 就这么一回事 然后在讲中途岛命运5分钟的时候 有朋友说 怎么样 有没有比较好的赤程号航空母舰的模型 这里我跟你说一下 严重不建议您去玩赤程号航空母舰的模型 作为你的军舰模型的开篇之作 您看我这些军舰放得离得远一些 可能您没有意识到 我随便给您拿一个 没错的 陆奥号战列舰 您以为军舰的模型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就是这些塑料的这些板件 我之前也讲过 但是作为一个军舰模型来说 我这个是1比700的 这个军舰模型来说 有那么两个难题 第一 这个1比700这个比例 那么你看那个53号战列舰放在那里 这个大小是 我觉得正常居家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个比例 1比350 那就是比1比700要大一倍 那就是得这么大 那这个您家如果要一个赤程号 可以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你可能只有一艘镇宅 如果想多的话 那是不行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您这个军舰模型 您总得上面有细节 你比如说这战列舰的栏杆 航空母舰的栏杆等等 那您得有石刻片 得有这种石刻片 我给您看一看什么叫石刻片 这种改造件 像这个上面就有 这个是富士美原厂给陆奥号战列舰配的改造件 是长这个样子的 你看它这个石刻片 腐蚀雕刻 Foto Edge的Parts 这栏杆 所有所有的围杆上的小细节 都是有的 为什么我不建议去 这个一开始做赤程号航空母舰呢 因为赤程号航空母舰呢 特点就决定了这个 如果你想把它给做好的话 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 我不瞒你说啊 我现在还有一艘赤程号航空母舰 在烂尾的过程当中 它整个的这个机库甲板特别的高啊 然后这边因为是改造航空母舰嘛 所有这些地方要用石刻片去架环金 一圈一圈的架环金上去 非常非常细小 你要把它粘在船体上 而且不变形 不歪 然后赤程号有一个大的这个烟囱 在它的这个右衔这个地方 好 一圈一圈的环金加上去 我觉得会崩溃的吧 对吧 当然你说那我不讲究 我就是直做 那至少对我来说 这个直做任何的这个军舰模型 我都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不建议一开始 您就玩赤程号航空母舰的模型 如果说有没有什么 比较容易上手的军舰模型 建议您先从小军舰的模型开始 这个青春阳舰驱逐舰 或者你如果想玩大的军舰的话 从现在军舰开始玩 那个上面石刻片要少的多的多 这是我个人的这种建议 那么在讲假努力的那一期 有人说 那么样 我如果不做笔记 就没有办法学习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假努力 其实这个记不记笔记 这完全是个人的习惯 要看您的笔记 是不是继承了这种网络状的 这种知识结构 而不是说您的笔记只是在这边抄什么东西 而学习的时候 不管是怎么样 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对自己进行任何的评判 我自己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看我最近在看什么呢 我最近在看那个西汉东汉的时候 各个的郡国的那个地理制 对吧 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不会再想说 哎呀 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常识吗 我过去怎么就不知道呢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对自己有这种评判呢 所以说不要对自己有任何任何的这种评判 我觉得这是学习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么关于这个答网友问啊 就做这么多啊 那么还有一个补仪 我当时讲叶明琛那一期的时候漏了 对吧 这个叶明琛六部总督嘛 不战不和不守 那个不死不降不走 那么这位叶明琛啊 他当时被捉的时候 曾经是找了一个仆人去替代他 然后这个被英法联军识破了 说他没有那么肥 肯定不是叶大人自己 后来叶明琛被捉到了 而且根据英国人的记载 他也不是这个绝食而死 咋死的呢 他就是这个不适应这代气候死的 英国人给他的这个食谱还不错 有猪肉呢 还有这个每天的柑橘水果呢 哎呀 那么多约克夏猪白死了 那么行 今儿这话题啊 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啊 那么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